8月31日,周五,恒生指数升499.6,收23984.11。当港人仍在等候港股值通车何时落实?我们不妨看看内地基金发展。 到今年6月30日子,内地基金市值规模已达1.8多万亿元。根据Wing资讯对323家基金第二季度报告,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基金共51只。前10名平均规模230亿元。最高达342亿元。上述51只8亿基金。 由29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,现在内地基金管理公司总数56家。其中南方基金管理公司。加实基金管理公司旗下有4个基金资产已超过100亿元。管理3个超过100亿元市值基金管理公司有7家。中国十大基金中。只有一家,加实策略增长基金,持股量超过90%。 其余都85%以下。有5个基金持股量不足80%。从这点看,内地A股如下跌。基金进一步增持能力很大。怪不得7。8月份外国股市受刺案危机影响大跌时。 内地A股不跌反升。相信同内地基金有能力增加持股量有关。基金持有一只股份最大比重是总资产5%至6%。其余股份比例都3%以下。可以说相当分散。 而基金大众情人是招商银行。十大基金无一只基金内无招商银行。8月17日因日元利差交易投行盘。令恒指一度见19380点。 随中央放宽内地资金自由行。令恒生指数8月31日创新高。结束8月份股市。过去两星期各国央行集体放水。令全球股市指跌及恒指创新高。 今时今日。还有什么叫炒股更刺激?虽然中央放水未正式放行。 内地民企早已利用种种方法来港炒股以。令近日港出现大强势及本港银行水浸。听说利用各种渠道来港内地资金已超过2000亿到4000亿港元。 香港金融市场又在水浸?你说怎么办?至今为止。我老曹仲是不认为美国第四季经济会出现衰退,至于GDP增长率放缓。 今年第二季早已出现。恒指好大可能是8月17日见底又再上升。 但要避开同美国次案有关行业。至于原材料价格相信已见顶。 但价格应不会大幅回落。资源股已进入个别计数期。后市只望,世界进入类似1966至1980年滞涨期。 1.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仍然高企而难退潮。上述加价成本大部分由制造业本身承担。结果令制造业顺利大幅滑落。 典型例子如德昌电机179。虽然管理层表现一流。但同及降价格不断上升压力下。股价亦大幅滑落。 2.美国经济增长率减慢。令生产商更加不敢将成本上升压力转嫁到出口产品上。 结果内地工人工资上升。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继续由出口企业承担。中国为减少贸易盈余。 今年7月1日在大幅削减出口退税。整个客观环境继续对出口制造业不利。 3.欧洲及美国面对次案危机。会否一如1990年代日本银行,一再延迟抽紧银金。令全球继续面对信贷宽松。 4.今天出口股股价已跌过地底泥。内地零售股纷纷飞上之头变凤凰。内地银行股今年上半年因息差阔阔而受惠。 4.保险股更因投资A股获利急升。上述情况如双人剑。今天令陆行三宝股价创新高因素。明年却可能成为拖累股价回落理由。 5.1950。60年代世界经济一国独大,美国。1970。80年代是三头马车,美国。 日本和西德1990年代同21世纪初变成美国家四大金砖国BRIG再加中东,ME。 进一步发展,可能连美国经济增长亦放缓。世界进入BRIG加号MEF时代。 四大金砖国家中东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。 美国GDP增长率自去年起放缓。但中国GDP增长率不但没有放缓。反而进一步上升。 1980-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美国经济增长拉动。 自从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后,中国GDP对美国经济依赖逐步减少,改为依赖全世界,例如欧洲、日本及其他国家。 结果今年8月出现美国打喷嚏。中国A股创新高局面。情况有点似1,990及91年。 当年美国GDP增长率放缓而减息。香港因美元减息令楼价升穿2000元一尺,向4000元一尺爬升。 美国GDP百分之七十来自消费。除美国楼价回落。消费增长率放缓好正常,财富消失效应也。 如因此令美元减息。中国经济将有于1990年代香港。势必火上加油,除非人民币大幅升值。 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后,2002年在中国出口增长率达30%,2001年前5年只有12%。 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长率达28%。2002年在中国一步步减少对美国经济依赖。 大量出口到欧洲共同市场及日本。未来即使美国消费增长放缓,对中国出口影响不大。 十一五规划后,中国经济更逐步由出口带动转向外部消费带动。 由于1990年代香港GDP增长率已同出口无关。 而是由房地产、金融业带动。 自从今年8月21日内地宣布资金自由行开始。 香港股市受内地A股带动大于受美股影响。 内地A股荣育渐渐支配恒生指数升降。 中国人储蓄共16.7万亿元人民币。 每年增加1.87万亿元人民币。 将来有几多表哥表姐资金流港,表哥表姐口味又如何。 后市只望。 港人一方面面对美国次案危机后信贷萎缩期。 另一方面又面对中国经济冒起。 热空气遇上冷空气。 搞风搞雨难免。 忽然间行雷闪电。 例如7月26日至8月17日。 忽然间又天朗气晴。 例如8月17日至今。 好像邓丽君唱东山风雨西山晴。 不过这次是西山风雨东山晴。 我们正面对中国经济崛起及美国次案问题危机史无前例感同时出现。 参考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爆破及日本资金外流引发东南亚经济繁荣期。 所不同者是日本经济属封闭息。 日本股市回落只影响日本人及投资日股者。 但东南亚经济兴起。 本港亦是受惠者之一。 反之, 美国经济是开放型。 次案危机不但影响美国。 同时影响欧洲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新加坡、香港、南韩、台湾甚至中国外地,虽然影响很小。 因此这场东山风雨西山晴点门,都颇考眼光。 近期香港炒A股差价收窄。 到底是定错,A股流通量极少。 80%左右A股是由国家持有非流通股,但H股流通量极大。 80%H股由外国人而非港人持有。 炒高H股获利最大是外资。 外资会否饱食软洋? 佛家有云,一念天堂。 一念地狱,股票市场却同时存在天堂与地狱。 各下如果invest correctly, you make millions. You make the wrong move. You lose a fortune,例如国寿2628和南方航空1055。 过去12个月,已带不少投资者上天堂。 但过去一年有多少股份带人去地狱,这些股份董事局并不是魔鬼化身。 大部分是努力实干企业家。 他们建工厂为内地社会提供就业。 投资R&D去改良产品,内核面对激烈竞争。 编制利润只感薄,生意越做越大。 但利润越来越少,有人甚至出现亏损。 引发投资者恐慌性抛售。 股价如断线风争。 Work smart, don't work hard 有一证明。 扎铁工人天天伸水伸汗建设香港。 到头来却不能养妻活儿,反之。 去年4月你买国寿。 至今家财上升7倍,去年8月你买南方航空。 至今家财上升5倍。 完全不用流汗。 如认为上述太慢。 8月17日入市买H股。 至今家财上升30%或以上。 财富再不是辛辛苦苦赚回来。 而是凭眼光。 哪些企业股价将上升。 哪些企业股价将回落,由顺利增长决定。 一间企业转规为盈。 例如今年南方航空公司。 股价可上升5倍。 一间企业顺利可保持每年上升25%。 股价可以炒到40倍以上。 例如施折环球330,反之。 如一间企业顺利停止增长。 股价跌到10倍8倍。 投资最大利润来自捕捉哪些企业转规为盈。 或是顺利可长期保持每年25%上升企业。 最大损失就是当企业顺利不再上升甚至回落。 内地信义房地产仲介一份报告话。 近期该公司代理二手房中。 有60%左右不办贷款, 新房市场选一次性付款者比例也高达30%到40%。 第一太平大维斯住宅部助理董事黎智超话。 公司负责销售代理老西门新院一期有20%客户选择一次性付款。 二期项目更高达50%到60%。 上海中原副总经理陈宇角指出, 各区都有一次性付款客户存在不同区域, 分布并不一致。 中升房地产行销机构执行总经理刘成健表示, 越近市中心周边, 选择一次性付款客户比例就越少。 万事达国际国内富与人制调查显示, 当内地人购买第四套住宅时, 选择一次性付款比例达78%。 国内提高住房首期比例难压留价。 以陈某为例, 在阳普区购买一套80多平方米两房厅住宅用作结婚。 两口纸收入加起来1万元, 打算贷款50万每月还款3500元。 但父母反对, 陈某父母把居住当年房子以400多万元出售。 再以250万元扣入一套130平方米三房一厅住宅自住。 另以150万元洋普区扣入一套110平方米两房厅给儿子作结婚用。 由于旧房有价, 卖给发展商, 便有足够资金可买两套新房子。 换言之, 政府提高银行首期贷款比例, 未必收到压益留价作用。 国家法改委价格监督下, 方便面价格陆续下调。 8月10日起北京, 上海, 西安, 濟南, 青岛, 天津, 太原等城市超市宣布以优惠价出售有牌子方便面。 售价甚至低于涨价钱, 以响应国家法改委号召。 1980年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, 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, 同时亦付出很大资源和环境代价。 理由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产业层次低, 生产方式落后, 综合竞争力较弱, 产品质量差, 标准水平不高, 能源消耗高, 资源浪费严重, 产品质量竞争力不强, 缺乏科技含量, 低负价值, 缺乏国际知名品牌等。 一直以来, 中国产品以量取胜, 近期更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, 社会反弹强烈, 十一五规划决定改变这个现象。 中国产品必须以质取胜, 关注质量, 狠找质量, 提升质量, 令人民群众吃得放心, 用得清心, 住得安心, 培育中国制造, 世界名牌, 走质量强国之路, 运用税收鼓励进口失进节能, 折水, 折材技术和设备, 限制在生产过程中耗能高, 污染重产品出口, 加中国钢铁, 电力, 水泥等行业单位产品耗能较世界水平高20%, 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只有30%先进水平50%以上, 木材综合利用率60%先进水平20%, 水平40%先进水平10%先进水平。 沙耳浣하 zar沙耳大概1920%先进水平20%, 比赦接迷206%先进水平20%先进水平20%再进水平30%先进水平40%, 画画面уз单位于必漿所加入生产品人用立佳能较bere的vak量, 小燥半局 Rachel稍付几kaž长机程回想, 모枤で14 이�部分 一項着是座呢? 初生加強烹 snacks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